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翔 大家還記得年初時 HTC 除了發表 U Ultra U Play 兩款新機 當時還有一款中階機 One X10 本來預計會在第一季上市 但其實沒有發表 一直到近期 HTC U 的消息出來後 才有最新進展 現在我們看到這張 一是 X10 的官方宣傳照 是由 EVEN BLESS 所提供 可以看到 X10 強調大尺寸、大電池容量 在整體外觀上與 DSS 10 Pro 相當類似 並採用實體按鍵設計 差異比較大的則是 X10 將鏡頭、閃光燈 移至指紋辨識器的正上方 此外使用的材質也有所不同 DSS 10 Pro 為塑膠背蓋 X10 則為金屬機身 而為了強化收訊效果 採用上下天線設計 老實說背面與 C9 Pro 也蠻像的 規格方面 預計採用 Full HD 的 5.5 吋 SLCD 螢幕 核心處理器則採用 聯發科 Helio P18 核心 並內建 3GB 記憶體 以及 32GB 儲存空間 相機部分則搭載 1600萬畫素主鏡頭 800萬畫素前鏡頭 此外依照宣傳照的標語來看 將內建一顆大容量電池 能提供較長的續航時間 X10 據說空機售價為 300 美元 大約台幣 9200 元左右 至於上市還沒有確切日期 但很有可能在第二季發表 依照目前的資訊 HTC ONE X10 有吸引到你嗎? 趕緊在右上方投個票 以及在影片底下 發表你的看法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底下按個喜歡並分享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 別忘了訂閱頻道 並按下提醒鈴聲 才能隨時收到通知喔 另外也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按讚 掰掰!